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us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about the re-education camps in Xinjiang,China. Two persons detained there at one family and both of them relatives. Chinese officers arrested both of them. Without any reason, 一个大家族里面, 两位哈萨克人被逮捕, 中国当局逮捕他没有任何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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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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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人 consecutive类的人 所以是这种类型 这种类型的类型 第二个类型是 站三个人今年1988 平年1988 他在写真凯茨 2018年 当审判家有这一间 墙城市 城市 莎王凯特aks的 JOHN一粒体 98 Ethiopian Autonomous Perfection 他被我保留在当 площ... 以WeChat公司去中国企图中了其他主动这个一样 这个地方.... 而他的星期叫同体上 加南坎1987年出生的大部 1988年1月7日出生的 他的中文叫 伊尔哈子加尼穆罕 他是伊利哈萨克辞职住 塔城地区沙湾县 波尔腾开乡 天安阿尔村的村民 2018年4月被逮捕 直接没有任何消息 中国当局挂他的罪名是 他加入了一个微信群 他们在凰高官市里辰 value 近年5千人渡过去 中国公民将出生的 都移在凰高官参租 的凰高官参租 这凰高官是 凰高官参租中的民众人 都兼得了 计计划所在霞子中的 我的名字是瑞克詹姆比勒斯 我的社會叫做阿塔吉克薩人權 我們會示範你們各種事實上的教育 如果你想獲得有關新疆在家集中用的任何地數證據和資料 請盡管訪問哈薩克斯坦 因為目前在哈薩克斯坦生活著來自中國新疆的50萬哈薩克人 而這50萬哈薩克人 他們每一個家庭都有親朋好友 家族成員 家庭成員造一批冠壓在政治學習集中營 我們都知道新疆的所謂的政治學習中心和培訓中心 純粹就是納稀式的集中營 我的名字叫瑞克詹姆比勒斯 我的電話號碼和WhatsApp是 17747-063-9031 My mobile phone and WhatsApp is plus7747-063-9031 OK